香港反修例運動持續 發展到今次人大推出《國安法》的議案 但是政府工作報告有關香港的內容不夠100字 台灣方面民進黨蔡英文高票連任 報告中對台方針同樣不夠100字 面對多國對中國疫情相關的指控 報告亦都沒有著墨太多 抹表報告的時候即使被掌聲打斷 都沒有像以往等掌聲回檔才繼續 這份備受關注的政府工作報告 全文大約1萬字 李克強用了不夠1小時就讀光 政治學者亦都認為報告整體無實 我們看這次對疫情其實相對也是低調的 跟原來預想的會把這次兩會 辦成一個青春大會是有所不同 而且承認在防疫當中 各種公眾衛生方面存在的各種不足 承認民眾有公眾有很多的意見和建議 李克強倒是自覺地退縮到 一個經濟總理的一個角色定位上面 努力地來淡化危機 努力地來幫助反危機的更多措施 但是只是在經濟層面上 中央取消定出今年的經濟增長目標 吳強英維除了經濟壓力因素 也都是小有感 顯示出中央對地方和部位官僚體系的讓步 中央和地方官僚的這麼一個基本的一個 所加強的這種中央集權傾向 在這一次兩會上 終於做了一個轉向 至少是在疫情之後 地方的官僚 實用主義的技術官僚的一個勝利 他們一個話語權的勝利 職員會進行經濟 電視耳機 進行